那逸祥就在这边 这个是恭喜他 36岁求婚成功了 那他说9年前的事件 9年前他27岁 那9年前到底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叫做 红尘退婚事件 来 先请教一下志伟 对 因为那时候他的未婚妻 叫白白 那当年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他跟白白的 爸爸妈妈也不是不认识 都已经认结婚嫁了 那就他想说 那就是请 本来是他跟白白 要去吃饭而已 但就是想说 要结婚了 就应该跟你爸爸妈妈 跟你家人都认识比较好 所以就是最后变成是 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都来他们两个 本来只有他们的约会而已 就变成是一家人都到了 那都到了 当然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 丈母娘就说 你不要有压力 这个我来请客 我们这么多人 那就是 那益祥可能那时候27岁 也算 我要讲摄氏卫生吗 27岁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他就太高意 当然人家跟他客套 那他就说 好 然后就是等于是说 岳父岳母就有点菜 那其中就有点了一个叫 红旬米糕 那菜来了 吃 吃 吃 可以啊 不要客气 这样子 但其实可能他自己有讲 他后来被问到 那个逸祥 他说 当时他真的是年轻不懂事 因为长辈是在客套 第一个客套跟他说 没关系 我来请客 那你应该要懂的是说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我来请 因为我是未来的女婿 做面子给太太 这个不懂事 再来呢 好啦 那你要请菜你们点了 菜来之后呢 来吃 来吃 不要客气 他就真的自己就先吃 红旬米糕了 就是等于是说 老人家长辈都还没吃 他就先吃 不好意思 用精准一点 他不是吃红旬米糕 他是对红旬就赌 那所以就等于是说 他第二个呢 他觉得他不懂事的地方是 长辈都还没动筷子 我给人家先吃 所以这件事情 就让白白的哥哥非常不开心 他哥哥就在他的脸书写说 就是本来就不是很赞成 妹妹跟他交往 因为逸祥他就是 因为大学生的没出来 刚刚郑大哥有讲协星 的确他是 那后来也有在这个 台志元他们的班底 风神无双演短剧 所以就他哥哥觉得 你在演艺圈当艺人 我们先不讲你的收入怎么样 可是这些基本的人情 事理你应该要懂嘛 对不对 那真的说要请你就给我请 真的请你的那个 你真的先把他吃下去 爸爸妈妈 最后有两个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反对他们交往了 因为这样子 九年过去之后呢 逸祥他觉得他也成熟也懂事 当然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今天看似是 在讨论这个婚姻里面 从小地方看大地方 其实不只 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人家也很在乎 一般人餐桌的礼仪 对 会不会 譬如说这个婚 来就蜕先挠 对不对 先放自己的盘子里面 再请教尤律师 你会看吗 会注意这个吗 其实我会 会啊 我会 虽然说 虽然说我觉得不是那么严格 但是基本上的那些礼仪 你还是要 你装还是要装一下 要装一下 如果拿到好酒 这样一直到 对啊 那我也处理过案例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在讨论说 要解约了 婚姻要解除了 双方的聘金 什么那个嫁妆要讨论 后来了解为什么 也是因为餐桌的礼仪的问题 就他们去提亲 然后提亲完之后就去吃饭 吃饭都好像造习族 是女方要请那一顿 反正就是女方要请 然后女方要请 一进去之后 那个因为提亲的时候 我记得要带一个小孩 提亲去带一个小孩 结果一进去的时候 在餐厅的时候 因为女方要请嘛 所以他们觉得女方要做主胃 结果一进去 那小孩子主胃 就被小孩子做了 因为他们觉得说 如果里面小孩子上菜 比较安全什么的 所以爸妈就 就那个女方的爸妈就算了 没关系 为了小孩子这个理由 是很正确的 可是他一上菜 就像郑大哥讲的 鸡肉 整盘鸡一上来 鸡腿就先夹给那个小孩子 就先夹给小孩子 鸡腿两支而已 就先给小孩子 小孩子就开始很开心了 就吃起来了 每次有什么菜 都是先夹给小孩子 其实有时候小孩 也无可厚非 也没有关系 可是到后来 等于说除了夹给小孩子 你说你夹给小孩也没关系 可是从来没有顾虑到 那个女方家长 你要吃什么 没有先打招呼 对 没有先打 没有先问 如果这里有鸡头先吃 鸡头 然后重点是 最后结束了 那个男方还要再把菜包回去 女方请客 对 女方请客 摸摸摸你知道吗 其实两个就有点心结了 那你回饭有心结 对 有心结 就等于说 那个岳父岳母 就开始挑剔那个女婿 女婿其实每次去 等于说后面相处 我就不太开心 对 其实这个婚姻就不欢而散 这样就不欢而散 就有点可行 今天邀请到靖香 靖香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餐桌礼仪很重要 即使你是跟长辈吃饭 不管是你跟长辈吃饭 或者是跟长官 你要看在座的有谁 如果说都是朋友 同辈的 然后是一群朋友 你可能就比较不用 这么在意餐桌礼仪 但是如果你是跟长辈 或者是长官吃饭 这餐桌礼仪很重要 菜来了一定要先转过去说 长辈先吃 或者是长官先吃 绝对不能自己动筷子 像我觉得我们家道远哥 这件事情就做得很好 因为他虽然体积庞大 他其实就是肚子饿的时候 没有办法思考 可是他对餐桌礼仪 这件事还蛮仔细的 他会负责他身边的人 然后帮大家装玩 然后菜来了 他也会先 就是先转过去 然后请长辈或者是长官先吃 他绝对不会自己就是很饿 可是在他面前 他就自己动起来 他绝对不会 他就是会先照顾其他的人 然后自己最后再装 是 然后像跟我爸吃饭 因为像跟长辈吃饭 他也是会把菜转到 就是爸爸那边去 可是我对我爸来说 爸爸就是一个 他是重伤症的人 你有这个动作 他就很开心了 但是爸爸就会把那个转盘按住 然后跟他说 菜来了 在谁面前 你就先动 不用这样子 这样子转来转去 因为他会觉得是自家人 不需要这么客户 不是 因为有人 要夹那个烤鸡的那个大腿肉 所以你要一直转 一直让他夹不到 让他夹不到 对 转的时机点也很重要 长辈在转就把他转走了 就很尴尬 黄医师 你会在乎这个事吗 我觉得如果有余力 就是会考虑 因为所谓的礼貌就是 如果你不是野蛮人 表示你进化了 可以注意礼节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 那假设说 生活真的很痛苦 困苦 或者说无法思考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到细节 我也会觉得还好 长辈说 你生日你生日 没关系 到底要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像这个 有时候会医师 会有那个医学会 然后会有一个聚餐 那真的是 像我们也是 比如说一个圆桌 那都不要讲 你看整桌谁最资深 换句话说 谁最老 你就是一定要让他先 有个教授先用 然后教授一定会说 没关系 不用考虑我 大家先用 对 不可能不考虑他的 所以我就说教授 你不能 你没有先用 你不动 大家不敢动 我们真的不敢动 那教授听了就 他就去夹了 那他夹了之后 我们就很开心的接着夹 那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开心 那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有没有必要说 抢那个第一个 因为那个菜不会飞走 会啊 金华会被夹完 比方说好了 那个烤鸡好了 有些烤鸡真的很好吃 对 比方说教授在这里 先给教授夹 他教授就夹一只鸡腿 那个好吃的就鸡腿 鸡腿都放鸡腿 然后一直转 一直转 转来到这里就有那个 剩鸡胸肉 所以真的你也是要遇到油品 没有啦 还是说我们鸡鸡鸡 来 我觉得油品的餐桌礼仪是 即便你是那个第一个洞块的 你都不会去夹最好的 真的吗 就是你不会人家当你是尊 当你是主 你就真的觉得自己是 然后就把好的统统夹到自己碗里 真正很受人敬佩的长辈是 你虽然这个程序到了 礼貌到了 你请他 他就是夹那个一般般的 好的还是留给大家看看 而我真的再一轮大家都没有夹 他再夹起来 我们看到就这样 我们先夹那个鸡爪给教授 教授来有了 你有了 可是老实讲我比较反对 就是帮别人夹菜 因为可能别人是不喜欢吃 可是他无法拒绝 因为你的辈分高 那你夹给我 我们拒绝你好像也不对 所以还是希望不要互相夹来夹去 这个志伟 二十七岁的时候 如果点红尘你觉得要夹这个钱 所以说有青 有青也没青 一直说青 对 就是这个就有取决 因为如果你是冷冻的 然后也要看你是去 哪一家三厅 还是你是去海霸王 就不一样嘛 那个level会不同 那如果我们讲说一般宴客的 你想看 他一桌如果两万多 那一个红尋米糕 他会占多少 红尋米糕 我还要两千 差不多吧 那那时候 那时候有被讲说 那个红尋米糕要六千九 六千九 对 那我是觉得说 不好意思 我两千在冷冻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都是传出来的嘛 那假设真的是六千九 那这样吃的真的蛮好的 问题就是 以前二十七岁的年轻的年轻 跟不过去 他在演艺圈就是没有赚很多钱嘛 对啊 那本来是我跟我女朋友要吃饭嘛 就后来爸爸妈妈哥哥都来了 对 那他说要请我就欣然接受啊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对他来讲 可能就真的就是不懂 或者是我就付不起 没有啦 长辈付钱 他说起来这真的是小事 长辈本来就该付钱 因为长辈 生气条件比较好嘛 二十七岁的 主要是真的动筷子这件事情 他说他学到了 因为他想说人家叫他先吃 那他就先吃了 但先吃可能也没有说红巡你先吃 对 你可以吃个米糕一丝一丝 如果你真的很饿的话 或者先夹一点青菜啦 对 或是像刚刚游律师讲的 啊 没关系这个 你帮忙转到他那边去 你先用 你先用这样子 没有出钱 人要做一下那个感觉 那游律师你那一天跟太太 那个还有家长吃饭的时候 还记得那个画面吗 其实我记得 我第一个我就是 当然我会先跟我爸讲 我爸说你不能漏气 他就会先拿一点钱给我 对 这个选餐厅就很重要 老人家我们就选那种 我记得我是选那种日式的那种 台式的日式料理餐厅 台式的日式料理餐厅 有点日式稍微有点高级 台式可能怕太日式 怕老人家口味会不行 对 日式比较冷 对 然后其实我们就选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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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 其中有一道我觉得很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就来到鱼嘛 那鱼的时候就会有刺嘛 对不对 其实我两个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也觉得 逸祥为什么要去吃那个红旋 因为你在吃的时候 你要剥壳 要背 你在长辈面前 而且如果是不熟 那真的很难看 对不对 而且万一一百开 那一喷得到处都是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我那时候也会害怕 所以我们到 结果我记得有一个道雨上 你会给它拔开 那汁喷到别人 先把它吸一吸 够新鲜 然后我觉得那鱼上有鱼刺 你有拍谁那边 不鱼刺 你就在那边咬 把鱼刺咬碎 咬 再吞到肚子里面 真的吗 你因为你不好意思 你把鱼刺先咬断 而且那个鱼刺是我岳父夾给我的 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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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去撞到鱼了 还是在你的鱼子 好危险喔 你又不好意思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OK 所以结了嘛 那天真的是生命危险 去吃那顿饭 那鱼他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就一整块夾 那里面就有刺 那真的就不好意思 就一直啃 那你把他吞下去 所以有时候 所以你 我觉得那个场合 你要挑什么吃 我觉得也很重要 我本来没有要夾鱼的 因为我知道鱼要吐 吐那鱼吃 他就越麻烦 岳父给你的 那就没有办法 你有当长辈生命吗 有啊 当然有啊 那有啊 那钱也你付的 我记得那天是我岳父付的 不好意思 因为还没有 就还没有结婚嘛 这个要嫁啦 这个和鱼就吞下去 因为那时候 有律师当律师了 没有 那时候已经当律师了 好 新闻哇哇哇 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 新闻哇哇哇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 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